BRING THE MADNESS hello 我是江江 今天 Michael 帶大家去看一下 傳說中的深海大海怪 我們現在位在這個洛盛都最北方有一個燈塔的地方 我們現在要坐一個小船到達這個海怪的巢穴來 我們來目睹一下是不是真的有海怪 目前看起來是一望無際都是海洋 我不確定到底這個傳說是不是真的 不過至少抱著一絲絲的希望 我可以看到上面有一堆的海鷗在上面飛 是代表下面有海洋生物嗎還是怎樣 為什麼這麼多海鷗在天空上面飛 會不會在這個地方 我們現在是往這個最深處的海洋前進 因為現在是靠近陸地 今天是中午12點鐘 我們切換一下視角 希望是可以遇到啦 因為大家都很期待 是不是真的有這個奇怪的生物在這個洛盛都裡面呢 出現了 出現了各位 而且它緊跟在後面 出現了 它好大隻喔 慢慢的開 這附近還有巡邏的遠景 這附近了 欸 它怎麼消失了 各位 它消失了耶 會不會潛入海裡面呢 我們俯視看一下 又出現了 啊 操我攻擊了 現在那陣 會不會太大 讓我記錄一下這歷史性的一刻 追過來追過來 他在用他的尾巴來攻擊我的船 好各位我們現在要切換這個 第一人稱視角直接下去 下去跟他 我先把船停在這個海中間然後下去 直接過來 差點被他吃掉趕快上船 不要小看他他還是具有威脅性的 巴估一下船 差一點點 潛水艇裡面的深海大海怪是長什麼樣子 讓我先下去一下 哎呦他是蒼龍啊 這是小隻的蒼龍 進去看一下 蠻可愛的嘛 這我就不敢用第一人稱來看了啦 第一人稱的話就有點可怕了 哦哦哦哦哦哦 跟上來了 大家慢慢的欣賞好了 各位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嗎按個讚 並且幫我多多分享一下 想要看更多這種海怪系列的 歡迎下方留言給我 下次再見 掰掰